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四公顷 是台中市区中占地最大的一处开发计划区 主要以智慧 低碳 创新作为开发的目标 台中市政府表示 台中市水南经贸园区内规划有生态住宅区 经贸专用区 文化商业专区 创新研发专区及文教区等五大专用区 分别提供民众住 商 文 教 研等不同的智慧功能服务 未来逐步以水南经贸园区作为示范 将台中建构成为智慧的城市 记者邹志中报导 原为台中水南机场的水南智慧城 总开发面积254公顷 以智慧 低碳 创新为开发愿景 打造全国首座智慧城中城 并投入相关重大公共工程建设 转运中心 国际会展中心 台中绿美图 中央公园 中台湾电影中心 智慧营运中心 水资源回收中心 结合经贸 生态住宅 文化商业 文教 创新研发专用区 并划设以发展和服务大学成为两大目标的创研专区 透过智慧园区 带动 剥划更具前瞻性及创意性的国际城市 让市民的生活充满无限的可能 中央公园面积67.34公顷 使用再生能源 设置太阳能电板 使用太阳能光电发电 电力点亮公园内智慧照明系统 全区设置五个制红池 预期可改善邻近区域淹水问题 并打造智慧型公园管理系统 重新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 智慧感见及多项功能于一身 让每位游客都能得到最安稳的休闲体验 公园内建置全国唯一同时具备 以华德福教育理念的十二感官体验区 让每位游客在此 都能体验全新的自己 水南水资源永续经营 水资源回收中心 处理生活污水 经由污水下水道进入水资中心 并利用薄膜生物处理技术 净化水质 利用0.04维米磨孔 可过滤悬浮固体物 大肠杆菌等细菌 成为干净的补充水源 并运用中水二元供水道系统 运送至园区浇灌花草 冲测使用 并建置全国唯一中水社区 水资中心设计八成回收率 每年可减少525万吨的自来水使用 地下化的修建方式 下层处理全区污水 上层就是中央公园 兼具水雨律的规划 提供给市民一个友善的休闲空间 为了更高品质的生活与安全 水南智慧城全区采用共同管线系统 建立共同管沟 总长37.5公里 透过智慧监控感测系统中心 监控管线 防止火灾 漏水 湿窃等 保证社区安全 智慧地下停车场 也为每位车主提供了更便捷的体验 车牌辨识及车位统计指引系统 让汽车进场更加流畅 低碳停车位 让环保出行一路电力饱满 智慧巡车系统 结合手机APP 让停车找车更加方便 艰巨生活与经济 园区内规划7.3公顷的国际会展中心 将成为产业资讯与国际交流间重要的平台 促成周边产业成长 同时影响商业发展与都市活动机能 会展期间 我们运用智慧化物联平台 进一步实现DM无纸化 热舒适系统 依照人流数量量身定做舒适空间 美感的展演 智慧的结晶 我们以贴近使用者的设计 与低碳节能的规划 收纳在绿美图中 每个展览馆设置影像智能分析系统 可以监测馆内人数 太过靠近 距离侦测系统会发出警示讯息 同时展馆人员 以富士外墙设计 有效减少日照量 节能且具视觉穿透的效果 除了肩负阅览 展示 导览等公共服务功能外 更整合台中各区图书馆 及美术展览空间资源 打造一个公园中的图书馆 森林中的美术馆 邻居光影艺术提供典藏 放映 展演休闲功能的中台湾电影中心 将整合并串联影视产业链上下游 满足各面向需求 创造每一刻精彩体验 园区内最大交通枢纽 转运中心系统化的路线管理 无论南来北往 智慧化路网都能有条不问 透过行控中心的即时调度 公车导引路线与相关资讯皆能一目了然 旅客不仅可以随身利用APP 及时预测车辆进站时间 水南智慧城区内 公车停靠站将增设太阳能后车停 有效转换能源为电力 未来更规划绿能轻轨系统 轻轨列车进入水南智慧城 与市区道路平面共构 让水南交通运输更快速 多元 环保 便捷 实现智慧低碳城市 大数据的应用与分析 也将让智慧营运中心 得以促进园区有效整合保全 防灾 共同管道监测 环境 智慧导览 能源等多种资讯 实现智慧城市的愿景 更将与产业进一步合作 带给人们更进步与丰硕的未来 而台中的历史 我们也将在这里 呈现更加完备的数位文化典藏 结合这样的一个高标准的要求 我们希望让水南智慧城 能够做到低碳 创新 还有智慧城市的一个典范 新的台中 新的力量 台湾将从台中水南出发 让民众体验全新的智慧生活 现在就是未来 我们在水南智慧城 迎向更美好明天 要上国际舞台 水南智慧城